明亮大廳建設房豪華泳池享受這些高級公設 代表壓縮到實際居住面積 再加上管理室樓梯走到電梯都算進去 精打細算的購屋族大多傾向公設比越低越好 這間的公設比是帶百分之三十五點五七 不過其實今年台北市城郊的建案裡面 有高達七成都是落在百分之三十五之內 這間總坪數二十九點五三坪空一扣公設 房屋坪數剩下二十三點二坪 他是小坪數可是基地小 然後一層才六戶 現在你看到的新房子公設比基本上起跳 都是三十五趴以上 也就是說你比如說你一千萬 你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錢 全部通通都拿來買公設 高屋民眾對高公設比相當敏感 建商也知道規劃就會有所顧慮 今年前三季雙北市新城屋預售屋建案 平均公設比台北市百分之三十五點四 新北市百分之三十四點二 和去年維持平盤 專家認為公設比的黃金比例 落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三 房產專家建議買家得在自行全核 考慮舒適度便利性才會是最佳選擇 三連線的綜藝臺只有綜保